我大部分的成人生活都在台湾 我能够有这个地方 可以发展我自己 学习到那么多事情 也有机会去教育到别人 实在太幸福了 我的名字叫蒲凯蒂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戏剧跟家人 在台湾站起 每周四晚间九点 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 感谢观看